她是史上罪命苦的女人,少年丧父中年丧夫,死后遗体三尽两出,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罪人。 她就是晚清十纪统治者慈禧太后,一生经历四朝曾向十一国宣战,三次垂帘听政,十纪掌权47年之久。 那她为何会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宣战?又为何会被后世称为千古第一罪人呢? 今天,沐渝就带大家走进慈禧太后的传奇一生。 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,是咸丰帝的贵妃,咸丰帝统治期间大清内有外患,不仅有英法联军入侵,还有太平天国反清农民运动,这些都让本就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心里焦脆。 于是,她让经于书法的慈禧代笔批阅奏章,并允许慈禧发表一定的意见。 大臣们多思想陈旧,认为后宫摄政是大忌,故群臣大都对慈禧十分不满。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前慈禧随咸丰帝逃往热河,咸丰因病载热河逝世,皇太子载纯上年幼还不能独当一面。 故咸丰临终前将以亲王载元等八人任命为赞乡正武王大臣,辅佐同治帝载纯处理朝政,为避免大臣专权。 咸丰又给了皇后以及宰纯各一枚代表皇权的印章,宰纯的印章由生母也就是慈禧保管,希望他们能够相互牵制,后顾命八大臣企图专权。 这让权力欲极强的代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心觉罗 载天为地,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。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报崩,从此由慈禧一人听政,未能专权她发动假身一书朝局之变,将以宫亲王一心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开始西宫独裁。 为过六十生日,她挪海军经费,最终导致甲午海战失败。甲午战争的失败掀起了列强瓜分、大清的狂潮,为了救亡图存资产阶级改良派,发起维新变法,史称戊虚变法。 对此,慈禧既希望强国,但又担心光绪会因此脱离她的控制,所以在表示支持后又将军权,用人权都抓在自己手中。 后又发动戊虚政变拘禁光绪皇帝,并处死了谭四同等六人。 戊虚政变后,在北方兴起了一和团运动。 慈禧最初主角,但镇压屡屡失败后,竟让一和团进京,为何会屡屡失败? 难道是清兵已经无能致辞了吗? 其主要原因是一和团中有人喊着福清灭羊的口号,要知道当时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。 甲午的惨败后,列强瓜分大清,国人已经意识到晚清政府的腐败,便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去挑战清廷的统治。 大清政府已岌岌可危,而一和团喊着福清的口号,晚清政府又怎么可能会对这些支持自己的子民下厮守? 毕竟有过太平天国这一前车之鉴,谁能保证下死命令绞杀一和团不会重蹈覆辙? 当然光这一点还不足以让一和团进京,最重要的是西方列强频频摄政,当初光绪之所以会发动维新变法, 无非就是思想已经逐渐接受了西方的一些理念,且维新派靠山就是西方列强。 西方列强亦希望大清能走君主立宪制,这样他们就能继续做生意长久地获取利益,但变法失败了。 光绪帝被软禁维新派死的死逃的头,留在朝廷中的不是顽固派,就是守旧派。 他们希望自己家的事情能够自己关起门来处理,谁知西方列强偏要干涉, 先是在慈禧准备废除光绪帝时对其发出警告,后又再准备立端郡王载衣之子为大阿哥氏祖旨。 这也使得朝中诸臣皆对西方列强十分不满,特别是端郡王载衣,若不是西方列强频频摄政,说不定自己的儿子已经当上皇帝了。 此时一听说义和团愿意抗扬还有神功护体,喜出望外的他也是大力支持让义和团去对抗扬人。 就这样义和团浩浩浩伤伤地来到了京城,义和团进入京城以后也愈发嚣张,没进京之前他们只是对那些教徒下手。 但是进京以后目标就变成了所有的外国人以及外来事物,不论是铁轨、车站、桥梁还是电话线,只要能够毁灭的东西义和团是一件也不放过。 这一系列的操作也让外国人觉得他们在北京的使馆有危险,为保自己的国人安全便派兵增援。 清朝廷在得知此事以后告知各国只能增派30人,但若国无,外交当时的清朝廷在国际上并无话语权。 于是各国皆增派了300人来到京城,援兵的到来激怒了清朝廷,也激怒了本就已经近乎疯狂的义和团。 于是义和团团园开始向教堂,各国使馆发起了猛烈的进攻,疯狂到了只要见到洋人就杀的地步。 由于当时电话线已经全部被剪断,各国联系不上在北京的使馆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,推测自己的子民已是凶多吉少。 于是以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正式成军,并从天津往北京进军,也算是拉开了战争的序幕。 京城外边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在廊坊大破联军,京城里却乱作一国粥,义和团成员开始围攻西石库教堂等外国人较多的地方,整个京城乌烟瘴气,这是一场打得乱七八糟的仗,最终一败涂地。 其实这个时候的慈禧也已经意识到这一切有些荒唐,如果在任意和团这么闹下去,那么势必会激怒西方列强,到时候就算自己不想打也不得不打了,于是他开始动摇作战决心了,但一切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,毕竟端郡王载衣还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,于是以他为首的一部分大臣便开始做慈禧的思想工作。 他们表示义和团是清政府的支持者,并且一直在为抗扬流血出力,如果在此时剿灭义和团,那不仅从道义上说不过去,还无异于是愿意做外国人的走狗。 若是要天下人知道了,他们会做何感受?为了能够彻底激怒慈禧,他们还伪造了一份西方列强给清政府的外交召会。 召会上说明了四点,一是指明一帝令皇帝居住,二是西方列强要代收各省钱粮,三是要代掌天下兵权,最后是令太后归正。 众所周知,慈禧是一个十分痴迷于权力的人,而这份召会的每一点都危及了他的权力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份召会是假的。 这无异于是直接让西方列强接管大清,西方列强就算在嚣张,再不把大清放在眼里,也不敢提这些要求啊。 更何况制定这样的召会需要十一个国家一起通过,但当时十一国各怀鬼胎且通讯并不发达,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出现这么一个召会,但被权力冲昏头脑的慈禧太后选择了相信。 他表示,既然战也是王不战也是王那不如搏一搏,故在不久后,他就颁布了后人口中的向万国宣战诏书,但事实上,慈禧并未将诏书送到各个国家的使馆,又或者说那根本不是宣战书,只能算是一份战争动员书。 不过,他到底有没有宣战都不重要了,因为义和团团圆皆是肉体繁胎没有金刚不坏之身,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下,他们如同蝼蚁。 所以,很快列强就打到了北京城门口,就算他不想打,又能怎样呢?换句话说,就是当时的形势已经不是他能控制住的了。 现在去剿灭义和团不仅于事无补,还有可能贿赂下卖国贼的名声,而一开始让义和团进京,宣传义和团有金刚不坏之身,以及纵容义和团烧杀抢掠的都是在意。 此时向十一国宣战不仅能够除掉一和团还能解决在意,让自己继续独揽大权,何乐而不为呢? 至于天下百姓生活如何? 这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,即使战后要赔偿西方列强,但他仍旧能做高高在上的老佛爷。 所以,他这一战并不是为了保卫国家,抵御外敌,亦不是在饱受西方列强羞辱之后的奋起反抗,这不过是一场政治斗阵的产物罢了。 战败后,慈禧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丧权辱国条约,这一场灾难被后世称为庚子之变。 庚子之变后,慈禧为了维持统治改变国人心中守旧无能的形象,实行新政对经济、军事、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。 后期通过照片外交与西澳多、罗斯福签署法案,退还庚子赔款一千多万美元。 该笔资金主要用于主要支持朝廷官派留美学生,后其与七国也相继退款总数约在海关银三亿两,在兴办教育事业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 光绪34年,慈禧于中南海一鸾店病逝,享年74岁,其遗言为此后,女人不可欲闻国正。 慈禧虽被后人称为千古罪人,但她也并非没有作为。 她推行洋务运动,开辟了我国近代化道路。 她费科举、办学堂、派留学实行新政对多方面进行改革。 并兴办女学下进禅族令开了解放妇女之先河,是历史上首次推出君主立宪制的统治者。 她虽迷恋权力心狠手辣,但也命运坎坷,经历了丧夫、丧夫、丧子等人间治痛和五次战争,就连死后也没能得到真正的宁静。 先是军阀借演习知名帅其部下盗绝了陵墓,并到挖慈禧林中石口含大如鸡蛋的一粒叶明珠。 远在天津的溥仪得知此事后,赶来将她草草下葬,后为考古研究其陵墓再次被打开,就这样她的遗体三尽两出死,也不得安宁。 她固然可恨,但已同样可恨。